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先算一下这边花了多少钱呢 我买的话呢平时我是买三个 每天买三个 所以是用码币来计算的话 就是3.9加7.9加12.9等于24.7 然后用24.7乘以33 因为我买33个嘛 我买了33天 然后再加最后一天呢 原本我是买3.9的 可是没有想到呢 今天充值活动出现了 我不充不可以啊 因为它可以拿到10颗镜头 这边我充值的话呢 我就是买这个月卡 加一个每日特会中间的这个 所以没有办法 我原本想买这个3.9便宜一点的 所以这边我就花了最后一个7.9 总数就是823 原本我可以便宜一点的 OK所以这边呢 我想给大家知道呢 我自己认为有的概率呢 应该是乘以1.6 就是说我开100个的话呢 我只有160颗镜头 因为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 已经很衰的人 我的老大有跟我说 可能只有1.2而已 就是我开出的那个雕像 只有120颗 买都买了 所以你就不能去想 到底有没有吃亏啊 当下买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吃亏了 真的要偏你的话 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每天只买一个 3.9的那个礼包就好 所以如果你算下来 你要买100个的话呢 390块而已 没有必要像我买的这么贵啦 因为我要快一点 我要拍影片呢 所以只能一天买3个 新天老大还有说 买3个礼包 只有一个礼包 开出来是有镜头的 怕的不是开出来 镜头很少 我怕的是开出来太多 因为比方说 100个宝箱 它出来1000个镜头 觉醒只是需要690颗 如果多出来310颗的话 这样子才会让我觉得很吃亏 因为我感觉我买多了 不过这个可能性很低啦 官方也不会这么好心 给你这么多心头啦 我的理查 现在已经是5223了嘛 我看我今天开箱 能不能觉醒 所以 OK开 哇 诶 比我要的概率还低耶 我算是1.6嘛 它少了5颗镜头给我咧 我拿到155颗 我真的那么衰吗 哇 只有155颗 很难觉醒 也觉醒不到啦 不够啦 等一下我试一看 看它可以开到多少技能 开不完耶 哎呀 你看 5244 哎呀 开完它啦 反正都走到这一步了 反正我们都走到这一步了 75颗 哎呦 我的雕像 啊 我要哭了 哎呀 还差两个技能 哎呦 没有办法 这个就代表说什么呢 就代表说我还要继续再买那个 每日特惠啊 不过之前呢 我有陆续觉醒了那个 原意金跟爱塞尔原意金 因为我不能超超 孤家寡人嘛 我一定要找一个跟它搭配嘛 所以我就 呃 想了 仔细想了很久呢 我还是觉得 把原意金给觉醒吧 原意金迟早还是会用到的 然后爱塞尔呢 也陆续呃 慢慢觉醒了 嗯 如果今天开箱 好一点的话呢 我的查理可能就觉醒了 我就 专注练我的那个 萨拉丁 因为萨拉丁在 呃 骑兵那边呢 还是很好用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 我这么衰啊 衰到我不能觉醒 查理 我用了我的镜头 还觉醒不了 哎 真的是太衰了 所以今天的呢 影片呢 拍到这里啦 其实这 今天的影片也算是飞片 就给你们看到 我开多少个镜头 然后看我的多岁而已 OK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等一下 我差一点忘记 我还有 黄金宝箱还没有开 140把 他们说最好的概率是什么 你最好的概率呢 就是 呃 你开 差不多 20把 要死开啊 15把还是20把 我忘记了 可是开出来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东西 你看我的离场 他很奇怪的哦 他偏偏等我超超觉醒的 就给我一大堆超超 我要的时候不给 我不要的时候就给我一堆 哎 才五颗头啊 要死了 吐血耶 看到这个游戏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